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月当中我都看了哪些书 不管这本书有没有看完 我都会把我看完的 或者说我看过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这一系列的视频呢 不光是给大家做一个书单的推荐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阅读的记录 那么一两年之后 当我回头再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 当时原来是这样想的呀 我觉得这么想的话 这样的视频记录阅读的方式 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上一期呢 我是按照我阅读的顺序说的 这一期呢 就按照我在阅读过程当中 我最喜欢的顺序开始说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 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一本我特别想说的 就是一本电子书 叫做《最璀璨的银河》 是大流的一个经典作品 这部作品当中呢 其实是包含了他的十一篇短篇故事 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下这个目录 我当时看这本书呢 实际上是我想看第二个这个故事 就是戴上他的眼睛 那我认识大流呢 其实也是去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吧 应该是当时玩游戏认识的一个朋友 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当时听完这个故事 我一度非常的震惊 我觉得哇 真的有人能把科幻写得这么凄美 让人觉得很震撼 后来呢 那个朋友还推荐我去看三体 我看了第一部的纸书 后来就发现了文运小强 他应该是得到了大流的授权 就是把他几乎所有的这些短篇长篇故事 都做成了那种跟电影一样的视频的形式 当时用非常短的时间 几乎把所有的这些视频都看了一遍 然后就觉得 那这些故事我可能就都已经知道结局了 所以当时就觉得没有这么大的兴趣 在想去看这个故事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忽然想起来了 就很想看一看到底这个故事文字版是怎样的 由于它是短篇小说集 所以每个故事之间按理说应该没有什么样的联系 所以其实我是跳着看的 就是在看目录的名字 看哪一个名字觉得比较有意思 我就先看哪一个 那我最开始看的当然是戴上他的眼睛 其实我特别想花一个视频 把所有的故事都跟大家讲一遍 因为他每一个故事写的真是太精彩了 当你在感慨一个故事居然可以有这么大的脑洞的时候 你再去看下一个故事 你会发现脑洞这种东西真的只有更大 没有最大 其实他的故事就处处体现出了对人性的美丑 对一些比较尖刻的社会问题的分析和思考 他也会把科技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 从时间的纵轴上去给大家分析 这个科技的进步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不同时代的人们可能对于科技的进步就有不同的感触 从短的时间看 有的时候呢大家会把那种特别尖端的科学技术 微攻于人类的罪恶 觉得科学家是社会的罪人 但是当把时间线拉长 他们就很有可能摇身一变变成了科学的功臣 变成了全人类的希望 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在看大流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值得思考的东西非常的多 比如说在人类一致对外的时候 社会财富的分布不均 像这样的问题是否还是这么尖刻的问题 你能想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其实这篇白恶寄往事 我当时以为是那个一个夫妇 他们做时间机器飞到白恶寄救了恐龙的那个故事 但是没想到这个白恶寄往事其实并不是那个故事 总结一下呢就是蚂蚁和恐龙两个种族相爱相杀的故事 并且就是no do no die 最后就是做的大家都死绝了这种故事 这个其实是我在这本书看的第二个故事 看完之后我当时就觉得 哇难道三体就是由这个书来的 因为这个书的结局 它就特别详细的讲了一个世界是怎么可以同时出现三个太阳的 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每个故事 我尽量做到不那么剧透 金歌这个故事呢其实非常的短 它最经典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叫 他们不讲道德社会不给他们 他们就自己来拿 你真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当你把这整个故事看完 你再看这句话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哇莫大的讽刺 真的是莫大的讽刺 那再说一下就是第二个我最开始看的这个故事 戴上他的眼睛 还有这个第七个地球大炮 实际上他们俩算是比较有关联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这个他的眼睛里面 那个女的那个地航飞行员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球大炮当中的主角的孙女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故事 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哇居然还能跟原来的故事连接成一个故事 感觉就好像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了 就觉得很有趣 这个地火这个故事呢 实际上说的就是煤气采集的这么一种技术 现在人工去采集这些天然气呢 其实是先去挖煤 然后把煤挖上来 自己在后期加工加工成天然气 按照这个小说当中说的啊 然后有一些这个科学家所谓的先驱者吧 然后他们就设想 我能不能在地底就把这些煤燃烧起来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就是在地底完成这个天然气气化的这个过程 那就能省下大量的费用 而且能保证这些矿工的安全 当然这个实验呢是一个非常惨痛的失败 地火烧了将近18年才熄灭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灾难的缔造者 但是在100年之后 当人们再回头再看这项技术的时候 其实这项技术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那那个时候的老师在给小学生讲这个科学发展史的时候 小学生就觉得哇怎么之前居然还有人会使用那种下到地下自己去挖东西的这种过程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就特别能体现科学在时间的纵轴上 其实在给人类的生产方面带来的效益和社会伦理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影响和创伤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流浪地球呢是一个稍微长篇一点点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就是科幻的元素就更为严重吧 就是人类经过计算发现太阳在多少多少年之内吧 它就会消灭 这样的话就是地球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也就都不饱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全球的人就一起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大家去制造一个涌动机能够让地球停止自转 然后呢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就是它划出现在的轨道 然后第三步就是它去飞向另外一个星系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另外一个星系继续的生活 但是呢其实这个故事它就是属于把人性都考虑了进去 像这样的一个长达一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计划 其实要涉及将近一百代人类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很难以想说 就现在我们说做一个一两年的计划 很有可能第二年都跟第一年的你自己想的这个计划是不一样的 那你长达一百代将近一两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大型计划 而且要求全球的人要全部统一在一起去完成的这样一个计划 就真的很难说中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故 那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当这个计划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在社会上人类的那种人性的东西其实又出来了 所以就一定会有分歧 有分歧就会有悲剧的产生 那最后的结果算是不好不坏吧 大家也最后生存下来了 总之就是一直在为生存作斗争这种感觉 那全贫带干扰呢 其实讲的就是苏联和美国就是去打仗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科技发展的都很厉害 所有的人其实他们会有特别精确的那些 就是可以打击别人的方式方法 但是大家都会发现 当科技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其实战争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是回归原始社会 大家的科技都不能用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再拼脑力 再拼武力 而不是再拼所谓的SOP去指挥这个故事 我觉得还挺震撼的 然后我前一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说 对俄罗斯人的名字我有点不太熟悉 所以我当时买了两本书 一个是这个 就是那个尔虞者 还有一个这个我已经报好书瓶了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拆了 这是那个俄国思想家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会有很多人名 所以当时我就是买了这两本书 决定去熟悉一下俄罗斯的人名 但是特别神奇的是 其实那两本书都没有这个 全品代祖色干扰 这个故事对于我熟悉俄罗斯人民这件事的贡献大 它会涉及到很多什么俄罗斯的将军 战士士兵什么的 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招文道其实挺让人感慨的 一个科学家当他知道 他必胜所追求的研究 或他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都没有希望能够成功的时候 当这样的一个前提存在的时候 然后又有一个机会 在他的面前告诉他 你可以拿你的生命去换这个知识 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不知道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 在我身上我会不会愿意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 特别称职的科学家 我也可能谈不上 自己是一个科学家之类的人吧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世俗的 我可能对于科研没有这么大的热情和爱好 这个也是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问题 再往下这个超新星纪元呢 哇虽然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短篇故事 但是它其实更让人值得思考 当13岁以上的人全部都要在一个月之后死去的时候 我们能够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能够筛选出能够维持世界平衡的接班人 我们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交给他们什么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写的超级有深意 诗云这个故事呢 其实就把科学最尖端的技术 甚至能够称为神的技术 把它和文字的艺术摆在一起去思考 到底是技术能够战胜艺术 还是艺术能够战胜技术 所以这个故事大家去看吧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它设立那个点其实非常的妙 就是地球被拆解完了之后 所谓的神要留给大家一点生存的空间 所以地球变成了一个空心地球 所以引力就没有这么大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漂浮在天上 重力已经不是现在知道的重力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半浮空的 或者甚至它的就是在南北极 它的引力都不足以能够把人类拉住留在地球 所以如果你要想去外太空 或者你想自杀什么的 直接去南北极 然后一跳 然后就可以远离地球 那个跟地球say goodbye了 所以就挺好玩的这个故事 赡养人类呢 其实就属于它对于社会财富私有化的一个思考吧 在社会当中 社会财富如不均的这种情况下 当人们在面临一个统一的困境的时候 这种社会的财富不均 其实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人类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其实又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由于一条铁律 就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大家去看吧 这个故事写得非常的好 而且它甚至堪比一些悬疑小说 它涉及那个问题很独特 大家最开始看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事情奇怪的 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人 要顾杀手去杀世界上最贫穷 最邋遢的三个人 这是为什么呢 那大家看完这个故事就知道答案了 那这一个故事呢 我就说到这儿 因为我实在是对于这本书太喜欢了 每一个故事都非常好 这十一个故事是大刘在写三体之前写的十一个故事 而且这十一篇故事当中呢 其实有七个故事都获得了中国科幻的银河奖 它也是给三体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所以我真的就是觉得这部书强烈推荐大家看 看完这个故事我只能说就是喜欢喜欢喜欢 没有什么能够阻挠我去喜欢这个故事 非常好 非常好 是大家怎么作出来的三个太阳 所以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当时其实我蛮震惊的 第二本特别想说的呢就是奥威尔的这一本 我为什么写作 这个是企鹅伟大思想家出的那一套 然后是非常薄的一个册子 这里面呢收入了四篇文章 这四篇文章呢分别是 我为什么写作 狮子和独角兽 角形 还有一个政治与英语 您看我这儿当时还标了一些 那个出版的年份 但实际上这里就已经写了出版的年份了 我有一个还写错了 那我们稍微的说一下吧 这本书我没有全看完 目前我看了一部分 第一个故事看完了 第二个这个故事分为两个部分 我看完了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还没有看 然后第三个故事看完了 第四个故事看了一半 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读书进程 那剩下的我应该会在下个月当中看完 那我去查了很多中文的一本呢 都是出了奥威尔的散文集的 然后这个散文集呢 大部分都包含了134这三个故事 但是老实说 如果你让我买这本书 就是为了让我买第二个故事 我都是觉得它是非常值得 因为第二个故事确实写得太好了 我去查了一下中文版当中 只有一个版本是翻译了这个故事的 但我也不知道它那个故事 是否是有删减 因为它这篇文章 就是充满了政治色彩 并且文风特别的犀利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删减 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 还可以的话 建议大家去看原文 因为这样的社会学著作 如果大家实在是买不到的话 网上应该会有很多PDF 可以让大家看 但如果能买到的话 还是支持一下正版 因为它真的写得太好了 那我每个故事都稍微的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故事呢 就是我为什么写作 奥威尔大致介绍了一下 他从小到大的一个写作经历 那我觉得大部分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 总共也就实业 那我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比较值得说的 就是他把写作的动机 分为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纯粹的自我满足 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审美的欲望 第三个是对历史记录的冲动 第四个呢 就是政治原因 然后他自己写 其实对于他来说 在这里 他在这四个动因当中 前三个应该是比第四个大的 但是你会发现 经过他的这些思考 从他的阅历来看 最后他还是觉得 第四条应该是占据主要位置的 所以后面他写的大部分 特别有名的作品 其实都是有政治隐喻存在 都是在为他自己的政治观念发声 那这段话呢 我觉得是写的挺好的 他在这说 你可以回顾我所有的作品 我看到了 如果这个作品当中 没有政治的寓意在 那我觉得这个写作是毫无生气的 他也就背叛了这篇文章 句子就毫无意义 所有的修饰也都平平无奇 整个这一段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他写 他为什么写作最后的一个总结了 那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我觉得他写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他总共是分为两个部分的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英格兰和你的英格兰娜 自己本来就是英国人 所以其实他自己在写这篇故事的时候 就是在审视自己的国家 然后他这篇文章呢 就是既犀利又搞笑 那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通过一些文字 你会发现他对于英国人的观察 真的是太细致如微了 比如说就像这一段 英国人啊 他们的啤酒会更苦一些 硬币呢也更沉一些 草更绿 广告呢也更为浮夸 然后后面说 人群基本上都拥挤在大的城市当中 他们长的都是那种温和的 但是骨结突出的脸 牙齿不是很好 但是礼仪不错 当然了后面他有各种各样 对于英国社会上存在的 一些问题的批判 写的文字呢也非常的不留情 但是其实 你也能从他的字里行间当中 看到他对于英国 对于他自己的祖国 一种浓浓的爱 那我们先看看这段话吧 他说综上所述呢 无论如何 其实这就是你的文明 这就是你 不管你有多恨他 或者是 你想嘲笑他 但是离了他之后 你永远也不会感到 开心 那些牛油的布丁 和那些红色的信箱 其实他们就进入到了 你的灵魂 不管是好还是坏 他们就是你的 你也属于他们 在坟墓的一端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逃离到 这些东西给你的印记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 其实就是在说 不管这个社会怎样 但它都是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人民 去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我觉得 其实现代这个社会上 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 很多现代的国人呢 就会觉得国外真好 国外什么都比国内好 但是如果你在国外定居的话 你会发现 同样也是有一些社会问题的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这个递走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问题 可能是他们几十年前 就已经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 这些东西 肯定都是越来越好的 或者他们坏到了一定几点 也就慢慢变好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 有些时候 思考问题的时候 还是理智一点 就是不要总是看着 这个社会的黑暗面 我们也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当然这些黑暗面 也不是不存在的 大家肯定也都知道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就是在这里 他的主题就应该是 在战争中的一些店主 那我不知道他准备要写什么 所以等我看完了 下个月再跟大家分享吧 然后第三个故事呢 其实就是那个绞刑 那个我也看完了 是奥威尔他自己 在缅甸生活的时候 去参观了当局 去处死一个死刑犯 用绞刑这种方式 其实他写这篇文章的 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了反对绞刑嘛 其中有一段话 是写的让我特别有感触的 这么一段话 给大家翻译几句 他说很奇怪的是 直到这个时刻 我才意识到 我们毁掉的是一个 健康的有意识的人 当我看到这个囚犯 往水坑的一旁 走了一步 去躲开他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神秘的 不可言说的一个错误 我们毁掉的是一个 鲜活的生命 那后面呢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翻了 大致的感觉就是 其实大部分人 都是热爱生活的 不管是死刑犯 还是其他人 比如说就拿他来说 他马上就要被绞死了 但是他完全不会有 这样的顾虑 看到水坑 还是会往旁边躲开 不会让他把自己建脏 从这样的一个 非常小的细节 其实就充满着 人对于生的渴望 所以这篇故事 我觉得写的也挺好的 也是一个非常短的短篇 那最后一个故事呢 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完 也是看完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吧 但是这本书 就写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从这本书呢 我想再多说几句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大家可能在看书的时候 就特别纠结 我特别想把一本书 完整的看完 这样我就能跟别人说 我这个月看了几本书 下个月看了几本书 我今年看了几本书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种东西 真的都不重要 因为比如说 同样都是 我为什么写作 那《网易蜗牛》当中 也出了一版 如果我们只是看名称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觉得 它其实是一本书 但其实并不是 这只是一个反文集 那我们看 它收录的这个故事 都是什么 它也有这个脚型 然后有 我为什么要写作 还有这个政治语英语 只不过就是没有收 我特别喜欢的 那篇文章而已 但你说 如果我说 我看完了这本书 难道我就看完了 我为什么要写作吗 所以我觉得 这种短篇集 你还不如把 你看过的这个短篇故事 给记录下来 而不是说 我看了哪本书 对于读书呢 我自己的感觉是 其实我们读书 是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长见识 增加自己的思考能力 所以我觉得 与其说 你去读很多本书 倒不如 你读每一本书 在读每一个小故事的时候 你都能对于这个故事 深入的进行思考 所以在这儿呢 我就想说说 这个问题吧 那由于其实 我之前录完了之后 我不小心 把那个影片给删了 所以这本书 我已经还掉了 那我就拿这个笔记 来跟大家说吧 这本书呢 是奥威尔信件集 主要收录的 就是奥威尔 从小到大的一些书信 然后通过这些摘抄呢 我把这些信 或者说里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分为了这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流浪汉相关的 他在书里面 20%左右的内容 都是在写 他去体验流浪汉的生活 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笔记呢 就是那个篮子 是我当时自己写的批注 其实会感觉到 他对于这些 底层的人的观察 其实是非常细致如微的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充满着同情和同理心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比如说 那些妓女们 她们在这种 寒风刺骨的几个小时里 做这种事 其实有的时候 只是为了一支烟 还有呢 就是他都已经摸清楚了 这些流浪汉的行动轨迹 比如说 早上七点之前 你可以把头趴在桌子上 之后店主会叫醒你 这个是那种 广场睡觉者的普遍规律 但是跟他在一起的两个家伙 已经连续七周都这样做了 也有的人全年都这样 所以你有的时候 看这些故事 你会发现 原来世界上 还是存在着 这样的一个族群 他们过的 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生活 但是这个是 几十年前的英国 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 肯定也是存在的 那第二个呢 应该是本书特别大的篇幅 将近50%左右 其实都在说跟书籍出版相关的 比如说在这儿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的 就真的是一个 比较真实的奥威尔 你看到他自己 在对于书的出版 或者是 在对于跟那些出版商 去商讨着 我想写这样的故事 能不能出版 然后或者是 对于稿费的考虑 再或者呢 是他想再版一些文章 比较有意思 但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故事 那你在看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各国对于文字的 这种限制呢 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有的国家 会比其他的国家 稍微显得更为自由一些 但是你看 比如说他自己在1943年 去写那个动物庄园的时候 他自己其实就说 这确切的说 是一个有政治隐喻的预言 他有强烈的反思亚林的倾向 后面呢 他也确实就是 自己觉得自己是出不了这本书的 后面有那个 别人拒绝他出版的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后面给出来的原因说 毕竟你书中的猪 是比其他的动物聪明多了 所以他们其实最适合管理庄园 但事实是 如果没有其他动物 就不会有动物庄园 因此真正需要的 不是更多的共产主义 而是更多具有公共精神的猪 所以他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这个小说是出版不了的 后期呢 你也能看到 就是随着他这个年龄的增长 他的这个病呢 就越来越重 后面身体状况非常的差 但是他还是一直不停的在写字 我觉得奥威尔之所以伟大呢 不是因为他极有才华 也不是因为 在那个年代敢于为人民发声 而是他自己本身的追求 其实跟很多当时的作家都是不一样的 说白了 古今中爱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才子 基本上上天赋予了他这样一种天赋 一般就会从他的人性当中抽出来一点带走 所以一般的有才的人 或多或少的人性上都会有一些缺失 大家都会觉得 哇要么就是个渣男 要么就是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情 要么就是贪钱 要么就是贪美女之类的 但是奥威尔呢 他就是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他确实是一个有才的才子 但是他人性的这些方面 几乎完全都没有缺失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也不好美女 也不好钱 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之所以 能跟其他的作家区分出来的伟大 那这个是我对他的感想 其实这本书呢 后面还有一些奥威尔 对于战争相关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分析也都挺挺有道理的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 那我想跟大家说两本悬疑小说 一本是中国的 一本是国外的 那我们先说中文的这个吧 中文的呢 是咱们国家就是写这个小说 比较有名的一个作者 叫做周浩辉 他的这个死亡通知单呢 实际上是有四本的 也是他自己之前写的 刑警罗飞的这么一套系列 那这个作者呢 其实他应该是 我忘了他是清华还是北大的了 然后当时他有觉得 他的同学都看这种小说 看得这么入迷 他觉得他自己应该也能写出 那种能让人看得非常入迷的小说 然后他就开始写这样的 悬疑小说 我觉得我应该能算得上是 资深悬疑小说读者了 如果大家经常读悬疑小说的话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所有的犯罪 实际上我们从动因上看 无非也就是三种 第一个就是钱 第二个就是为了爱情 第三个就是为了复仇 还有那种系列杀人案 可能他们就是某种 就是心理问题 那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正常的基本上就这三种 如果你理解了这个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对于 故事的发展情节的推动 你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上去看 我觉得他设计的就非常的好 他主要讲了三个故事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 他跟很多非常优秀的 那种破案的美剧就非常的像 像这种单独的案件呢 它是贯穿在一个大的主线里面的 所以这个故事 你看到后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原来很多前面单独的故事 其实都是为了最后一个 剧情的反转做铺垫的 这本书看起来非常的有意思 它本身是有四本的 第一本我是非常快就看完了 然后我第二本呢 看了一半 等我看完了之后再跟大家说吧 这本书呢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阅读起来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而且应该会非常的愉快 那我们说说这本书吧 近年来吧 我觉得我很少看纸质书了 那这本书呢 是我买了纸质书之后 就开始看的这么一本书 老实说我都快忘了 我自己在看纸质书的时候 就是在旁边去贴标签 然后在里面去直接写这种批注 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非常的开心 这本书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 它的故事情节非常的引人入胜 它的描写手法呢 也比较新颖 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去看原著 因为我看了很多网上的评论 说中文版翻译的非常的烂 但老实说 英文版写的非常的好 当你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设计构思非常的巧妙 而且它的语言 说实话并不是很难 词汇量大致五六千左右的同学 看起来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你可能稍微的需要去查一些单词 但老实说 这本书它的句型非常的简单 所以如果大家在阅读上有障碍 肯定也就是单词的问题 那单词问题就不是问题 这本书大致的故事情节呢 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她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当中 她去浴室看 发现自己好像比自己想的要老了二十多岁 觉得自己什么记忆都没有 整个事情非常的恐怖 她是有脑部损伤 有失忆症的 而且呢 她的失忆症非常的独特 一般的人来 比如说在这个节点 以往的事情我记不住了 她的问题呢 在于当她陷入深度睡眠之后 她就会把整个二十小时的 这个所发生的记忆 全部都消灭 就是她完全都不记得 所以对于她来说 一个非常好的设定就是 每一天对于她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一天 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恐怖 这本书呢 本身是没有目录的 所以我在最上面去进行了一个标记 它呢 是分为三个大部分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今天 它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它先介绍了一下 那个她自己起床 然后一直到她发现 自己居然有一个医生 然后她之前 自己是偷偷地记录了将近一个月的日记的 所以呢 从上半个部分呢 就是她跟那个医生见面 那个医生把她的日记还给她 那从后面第二个大部分开始呢 实际上就是她的一个日记集 然后她每天的日记 就是我用黄色的标签 稍微记录了一下 她大概记录了将近十多天吧 然后有的天数呢 她的那个日记量就非常的少 有的天数呢 日记量就非常的多 所以你看中间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可能会就是越看到最后 越觉得你能不能说的快一点 你能不能就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情节给掠过 你直接就是跳到后面 所以看到中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着急 但是呢 你会发现其实 她的描写非常的细致 当她看完这些日记之后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还是回到了今天 她看完了这些日记 然后后面发生的故事 后面还有她就是缺失的几篇日记 我也做了一下标记 然后最后结局呢 实际上也就这么几页的篇幅 整个这个故事呢 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作者一定是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 因为她在给出一些线索 和设计一些悬疑疑问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种空隙是非常平均的 比如说这些绿色的标签呢 是每出现一个新的人物 就是她的记忆稍微有点复苏之后 我贴的一些标签 所以你们看就是 每隔一段时间一个新的人物 就会从她的记忆当中恢复 蓝色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情节产生变化的一些部分 她发现了一些跟以前认识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儿呢 你会觉得 原来 原来是这样啊 通过这些标签你就能看出来 它就是抖包袱的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的游刃有余 不管是杀人也好 还是犯罪也好 从动音上看 无非也就是三种 当然了 老实说我差不多看到 就是大概这个部分吧 我已经差不多能猜到结局了 但是你看到结局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大体你是猜的是对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是忽略的 我在看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觉得是个女作家写的 因为能把一个女性的思维 和一个女性的思想过程 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的 你很难想象 她居然是一个男性作家 我觉得太神奇了 所以这本书 我自己看的时候非常开心 很愉快 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 由于我还没有看完 所以我就不把这个书皮拆下来了 这本书其实就是上次跟大家说的 苏珊三大格的那个重生 那这本书呢 总共是320页 我大致是看到了60页 五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目前以我看了60多页 这样的观感来说呢 看的都是她20多岁左右的一些记录吧 所以在我看来前面的这一部分 主要就写了她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她的阅读 因为她的阅读量非常的大 你有时候会感觉 她每天除了去泡吧 可能就是在看书 她会列很多的书单 然后会说很多她对于书的想法 甚至她会非常详细的去记录 比如说今天我花了多少时间 去看谁是谁的书 然后你会发现她特别喜欢记得 她写了很多 我今天在看记得 我把自己沉浸在记得的文字当中 for hours之类的 你就能看见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 第二部分应该就是 她对于性的探索 她更喜欢女的 还是更喜欢男的的一些想法 她遇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人 或者说她听到的一些 比较有趣的讲座等等等等 所以那对于我来说呢 这本书看到一半 其实有点兴趣缺缺的那种感觉 这本书呢 其实她写了很多 关于文学作品的一些评论 所以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 她除了是一个书单书之外呢 她也是一个帮你更好的去了解书的这么一个日记集 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看过那些作品呢 你看这个日记集的时候就可能觉得有点无聊 比如说她自己在发表她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她说记得写得非常的好 她在看那个托斯托威夫斯基的时候 她觉得那个什么卡拉玛佐夫兄弟写的没有她想象的好 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跟她产生共鸣 你会觉得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就是她哪里写的不好啊 就是你没有读过这个故事 所以看起来就会很费劲 所以这本书呢 我可能会长期的去看吧 比如说哪个故事 我觉得她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我可能直接就把那部作品看完了之后再回来看这本书 而且比较好的呢 就是她的这个日记集呢 是按年去整理的 每一年其实并没有太多 也不着急看 都是一篇一篇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连贯性 所以这本书我目前为止不是很着急 通过去看她的那个HBO 给她拍的一部计时的作品 老实说我觉得 她跟我国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女作家 或者说是女社会学家 就非常的像 那个社会学家就是林河女士 我觉得以我目前看到的这些东西来说 其实我觉得她还没有 林河女士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高 所以我也不好特别的去评论什么 但是呢 我也买了她的短文集 就是这本书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 就收录了很多 她关于社会的思考和批判性的文章 当我多看看她的这些文章 真正了解她的思想的时候 我觉得再去评论这个人 对于她来说可能是比较公平的 最后一个想给大家说的书 就是这个汪曾祺先生的小说精选 上个月我跟大家说这本书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只看到了20%左右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短篇故事集 本身这个故事非常的多 这个月呢 我又看了30%左右 又看了几篇文章 这本书之所以最后说呢 其实是因为这30% 实际上是我在月初看的 但是当我看到了那个 第一本介绍的最璀璨的银河的时候 这本书我就不想看了 这两本书对比起来真的是一个是有趣刺激 一个是乡村平淡 所以当然是那个更刺激的故事 会让人更想看下去 那这个故事呢 其实我也是准备继续把它看下去的 但是每个月我可能就是看那么几个故事 这里面超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七里茶坊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七里茶坊 听起来超级的浪漫 就觉得好像是个非常文雅的故事 但实际上这个故事它是讲粪场的故事 就是一个知青被下放到粪场里去工作 然后你会觉得 哇居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工种 是去收拾粪便 然后他们还特别详细的去记录了 他们就收拾这个怎么去收拾这个粪便 冬天的时候把它们做成饼 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大家在吃饭的话就可以把它跳过 总之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工种 然后你就觉得哇好有意思 邦先生的故事呢就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这本书我们就说了 这本书呢就是西达多 这本书呢是赫尔曼黑赛的一个代表作 它的作品呢基本上是从2011年开始 国内陆续有各种各样的人就开始翻译它的作品 这本呢是一文系列出的西达多 它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短篇小说集 收录了三个小说 一个是盖特路德 还有一个克诺尔普 最后一个呢才是西达多 我目前为止对这前两个故事的兴趣不是很大 所以我只看了西达多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说一说这个人吧 西达多算是一个标准的高富帅 出身好 长得好 学习也好 总之呢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圈子当中 就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惹人喜爱的人 他也有他的好基友这个格温达 后来他觉得内心非常的不满足 不快活 所以他就决定去做苦行僧 完全放弃这样的富裕的生活 做苦行僧的时候呢 他就去学到了很多 咱们现在看可能就有点神乎奇迹的那种技能 比如说他说他可以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到什么尸体啊 鱼啊 石头啊 他们上面 然后去感知他们对于世界 对于自然是怎么样的 就是感觉 我觉得这事特别特别神 当他随着这个苦行僧修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圣人 这个圣人呢 就是释迦摩尼那体系的这么一个圣人 西达多就带着他的好基友一起去拜访这个圣人 他听了圣人的话之后 觉得圣人说的非常有道理 但是呢 他并没有决定跟圣人在一起修行 当然他的那个好基友就是跟圣人一起去修行了 然后他觉得你说的虽然都对 但是如果我不能体验世间的一切的这种事物 我又怎么能判断哪些事物是好的 哪些事物是不好的呢 所以他就孤身来到了一个城市 那来到城市的时候呢 他穿过了一条河 反而也没给钱 船夫就是带着他过河了 我们记住这个点 后期呢 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就认识了一个妓女 他决定追求那个妓女 我觉得这个翻译特别的逗 你们看这句说 西达多沉默不语 接着他们又开始爱情游戏 是30或40种不同游戏中的一种 当时我还自己在这标注了一下 我说难道是sex 结果你看到后面 他其实就是 所以你看他这个语言 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西达多呢 就是为了追求这个女人 女人说 你想追求我可以 但是我不要苦行僧 我要你就是打扮得非常干净漂亮 而且你要送我礼物 那由于这个原因呢 他为了追求这个女生 他就在这个女生的推荐之下 去跟当地的富商学习怎么样去经商 然后你看的时候就觉得超酷 西达多特别搞笑 别人问他你会干嘛 他就会说 我的本领就只有三个 就是摘戒等待思索 那摘戒呢 就是在当苦行僧的时候 学到的就可以很长时间不吃饭 等待呢 就是我也不着急 反正我就这么一直等着 思索呢 就是他每天不知道在想什么 总之非常的神 比如说把自己投入到什么尸体啊 石头上啊 去感受感受 他们是怎么想的 总之我觉得这哥们特别逗 这个故事呢 最开始西达多对于这些财富呀 或者对于生意呀 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官的 那后期呢 之所以这个故事有了转折 就是年岁见久 其他多已经不再年轻了 他在年龄增大的过程中 这种财富对于他自己 本身带来的一些思想上的转变 其实也就不一样了 他后期又迷上了赌博 他觉得就只有在赌博当中 把这个钱输出去 心灵才是圆满的 为了能够在赌博上输钱 他就开始不停的去赚钱 那赚钱呢 他就要向那些管他借钱的人 疯狂的逼债 就是这种感觉 之前呢 他都是你管我借钱 什么时候还都行 就是很温和的一个人 那现在就不是了 再后来呢 他觉得这一切我累了 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我想去寻找自己的 新的生活方向的时候 他就走了 后来还走着走着 他又觉得我还是死了吧 然后就准备去投合 也确实投合了 但是呢 被他的好基友给救了 后来他又觉得 那我干嘛投合呢 我还是好好活着吧 他又遇到了 曾经带他来这个城市的 那个船夫 然后他又觉得 船夫非常的好 他跟河水学习了这么多年 心态非常的和谐 所以他就开始跟船夫一起 向河水学习 一晃又是好多年 他也慢慢的 就是重新变回了 年轻时的希达多 对于世事呢 就没有这么的 认前认礼 他又回复到了 自己之前的技能 就是我会摘戒 我会等待 我会思考 而且他还从大河当中 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那后来呢 他的生活又一次被打破了 那个妓女 带着他的儿子来渡河 但没有想到呢 他的那个女生 就是被蛇咬了 然后就死去了 只生了他的儿子 所以希达多 就把他的儿子留下来 跟他一起生活 那这一段呢 我觉得其实是写的最痛苦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知道 作为一个父亲 其实是不应该逼着儿子 和自己一起过 但是由于他内心的那种父爱 他又受不了 他的儿子不喜欢他 所以呢 他就拼命的去讨好这个儿子 但是他儿子也不想理他 最后的结尾也挺让人唏嘘的 就是他的儿子还是逃离了他 然后回了那个他们之前的大宅 然后他呢 也是就追过去了 跟他一起慢慢渡别人过河的那个船夫呢 最后也是离开了这条河 总之就是这个故事 我觉得写的挺意识流的 然后希达多这个人呢 他自己做的一些决定呢 我觉得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那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他身上最值得我学习的点是 他永远都可以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之下 突破自己的那种舒适区 然后永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渴求 还没有被满足 自己还有新的尝试 新的可能 新的机会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一点是我在看这个小说当中 希达多这个角色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感触 这本书呢 其实里面涉及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辩论和思考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大家一看的 那涉在两个故事呢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看了 什么时候感兴趣再说吧 因为黑赛这个作家老实说 看完了这个作品 我并没有觉得我特别喜欢它的文风 或者是特别喜欢这个风格 而且我现在还有很多别的书想看 所以就到这了 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不要忘了投币收藏转发等等 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吧 拜拜 哦能不能不要再敲啦 然后第二个不关于文学的